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廷鹰犬要杀金竹刘 你们也为胡作昌啊 师兄有非常重要的事让我去做 才放我走的 明白了吧你 我就是相信你也不能相信他呀 竹刘哥哥跟我走 石姑娘 走 你还是带着你的小公主走吧 像我这样的妖女 不配跟你们在一起 石姑娘 石姑娘 这一手 请请请 各位老友 请恕姜某不能远送了 实处畏惧 江大侠一定要保重自己啊 江老弟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各位请放心 我还顶得住 江兄啊 你也放心 起事之日我会照之即来 好 谢谢 大家多多保重啊 江兄保重 请 师父 找到师叔没有 我们没有找到小师叔 没找到就别回来 真没用 江兄啊 你别太着急 金主流不会有事的 江老弟你放心吧 大家一定会尽力寻找他的 来 跟我来 好 小公主回来了 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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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老公主呢 对了 我们俩都饿了 你们啊 快去那你就吃的给我们吃 还有还有 给你们介绍一下 对呀 这是我的猪流哥哥 你们以后对他 要相对我一样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 参见老爷 又让他跑了 是江海天的人捣乱 江海天 又是这个江海天 我们的较量 才刚刚开始 你们要拔紧各个路口要到 抓紧搜寻他的踪迹 朗爷 金主流还带了个小姑娘 小姑娘 我 还吃啊 嗯 喝酒 不喝 喝酒解乏 喝多了正好睡觉 我 不要 不 哎呀妈呀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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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得走了 趁夜才走安全一点嘛 哎呀万万不行 你对外面情况一点都不清楚 那些人一定还没走远呢 不行啊我今天得走了 今天我一定要走 要走 我跟你一起走 这怎么行啊 天爷爷 你是绝对走不出去的 走不出去 就算是天罗地网 我也要出去闯闯 可是 我不能眼看着你是送命 送命 小老虎你放心吧 我的命大着呢 再说了不就一条命吗 谁愿意谁来拿 你不在乎 我可在乎着呢 公主 外面有个小子 吵着要进来 是什么人啊 他说是武当派的人 武当派的 请人号啊 带我去看看 好 竹刘哥哥 这是我爷爷调制的睡不醒 我爷爷说了 你喝了这个 保准能睡上两天两夜 竹刘哥哥 对不起啊 我想留住你 也是为你好 真的 我真的很在乎你的 来来来来 坐啊 来 坐 来 快坐 周姑娘 坐坐坐 你去过风险啊 别说了 去了 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怎么回事啊 昨夜你走后我也跟着走了 可没追到你 后来我就去了风家 风姑娘 秦大哥 你要出门哪 你走开 不要再纠缠我家长儿 前辈 我 走 风姑娘 你们这是去哪里啊 秦大哥 我也不知道 要不是你打伤了朝廷的人 我们妇女还不至于落到这不停 前辈 前辈 要不然 你们跟我一起回武当山吧 你还有完没完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来管 走开 让开 秦大哥 你就让我们走吧 如果有人的话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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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你有此心意 特地去风家探望 既然出走 不是风姑娘的本意 他心里一定会牵挂你的 那风子超再坏也是他爹啊 他爹不会对他怎么样吧 有他爹在 你对风姑娘就放心吧 不提倒也罢了 提到风姑娘的爹来 还不让我放心了 那既然你不放心 那却你跟他一起去好了 我们非亲非故的 又萍水相逢 我怎能贸然 可见啊心还是不成 这种事啊 要换我仲燕燕的话 我一定要和他一起去 我跟你说啊 见面终须有缘 你别想太多了 来 喝酒 嗯 这酒你不能喝 这是我爷爷存了十几年的高粱尘 它是我爷爷的命根子 你喝了我会做爷爷骂的 小龙虎你也不不小气的 来给我给我 来来来来 谁是我小气啊 有酒大家喝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不别闹啊 我一进门啊 众魁就说有客人来 我一猜想啊 就是金少侠 那句话 金竹流打扰了 不客气不客气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干 来来来来 就是君子 当年我和金大侠 在酒上可是不奔彼此的 爷 完了 爷爷 你今天可是怪怪的 哭着喊着要请金竹流 喝酒赏月 今天有机会了 怎么又这么小气啊 竹流哥哥他还要赶路 我怕他喝醉了 怕喝醉了 怕喝醉了 还把酒坛子搬出来 我想让你们换换口味啊 喂喂 换什么酒嘛 这个就挺好 挺好喝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老爵华 来来 来 来 没醉 喝 你不能抓住我吧 老爷 我们已经封锁了各个要道 金珠流绝对没有出境 我想他一定躲在丐帮之内 狼爷 让我带些人杀进丐帮总舵去 对 丐帮的势力很大 我们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 那总不能看了金珠流 从我们眼皮里先逃走吧 我也有点失去耐性了 一方面你们要守株待兔 过来 再一方面 明白了吗 狼爷 明白了 去吧 是 是 来 钟帮主 你太偏心了 给我来点酒 你 这酒真的不能再喝了 来来来来 你要喝了 为什么 为什么 酒里下了药 笑什么 酒里我真的下了药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爷爷 我 我在酒里 加了睡不醒 这是为什么呢 我 我想留下主流哥哥 所以 所以 什么 什么睡不醒啊 就是一种叫人试一觉的药 我也有点喝多了 喂 请愿喝 不是有一点儿 你怕是要睡上两三天了 这怎么行啊 我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不是吧 嗯 猪六哥哥 猪六哥哥 来人呐 把他们扶到床上去 来人呐 你跟爷爷说心里话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 爷爷 我不是说了吗 现在有人要抓他 我这样做 是为了保护他 爷爷心里明白着呢 你留住他 不只是这个意思 一定还有别的意思 我听爷爷 我听爷爷 你可千万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曲解你的意思 执逆者莫过于爷爷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爷爷呀 最相信缘分 爷爷 你这样做 会给他带来大麻烦的 爷爷 什么大麻烦的 你想啊 现在朝廷的鹰犬正在捉拿他 他应该时刻保持着警觉才对呀 你把他弄糊涂了 这还了得了 爷爷 那可怎么办哪 快帮我拿个主意 爷爷 你别睡呀 你睡着了我怎么办哪 爷爷 爷爷 爷爷是过来的人了 这点药力 一会儿就过去了 爷爷 解克睡的药是什么 解克睡的药是什么 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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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药就是 是 爷爷 爷爷 你醒醒 你不能睡 爷爷 行 这 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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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算我在 你们这些犯狂啊 爷爷有你们那么多弟子 怎么就没有一个懂得怎么弄请爷爷的呢 这个老帮主没有教我们的 公主 你弄不行就让老帮主睡觉得了 你 说什么 就是 你怎么那么笨呢 人家的房子是老帮主留给小公主做新房用的 怎么能让那两个人占便宜呢 是不是啊 是啊 小公主啊 不如就选其中一个给你做驸马算了 那 那另一个怎么办呢 压了都太监呗 不行 闭上你们的臭嘴 小公主 我 你到底给老爷子施了什么药啊 没 爷爷 就是 睡不醒 下雨了 下雨了 是你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你被下药了 想活命的话就跟我走 我想起来了 不要再说了 快走吧 不行 我还有朋友呢 不行 我一次只能带一个人 不行 要走一起走 我有什么事呢 老帮主每次吃完药以后 就让我为他准备一桶冰水 实在叫不醒的时候 我就拿凉水那么一击 他立马就醒了 快去拿水来 拿水来啊 快点 快去 快快 快去拿水凉 快点 水了 水了 水下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你醒了 你醒了 爷爷 爷爷 你醒了 爷爷 出了什么事啊 猪柳哥哥 猪柳哥哥 快扶我到后院 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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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人没了 紧柱刘丢了 赶快去找 是 是是是 快走 快去找 快快快 爷爷 金主流喝了睡不醒 要是没人替得紧 那也醒不了啊 坏了 他要是被朝廷的鹰犬弄去了 那瓦都可大了 这 这都怪我 小祖宠 你现在哭还有什么用啊 赶快去找吧 我 谁呀 没找到啊 帮主 帮主 我们都找不到了 是啊 都找遍了 快给我去找 是 去找 快快 他走了 他真的走了 不对啊 这睡不醒的药里还在 他自己也醒不了啊 那他真的是被人劫走了 那还用说呀 没人助他 他自己能走得了吗 爷爷 你提醒我了 一定是他干的 谁呀 六合邦是白都的妹妹 是红衣 这怕是朝廷的人呐 不会的爷爷 你想想啊 就算朝廷的人要劫 也只会劫逐游哥哥一个人呐 怎么可能把秦彦昊爷劫走了吗 所以我敢断定 除了他并没有别人 是红衣 你给我出来 我跟你没完 你放心 他怎么不愿的 爷爷 你留下 爷爷带人去找 我要跟他决斗 现在不是决斗的时候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人找回来 要不然他把金竹刘交给史白多 那就全完了 你猪还中啊 喂 喂 喂 怎么办啊 有没有用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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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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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喝那个桃花喝啊 我们让老叫花给骗了 他以为我们是奸细呢 奸细 什么奸细啊 怎么 跟我交往的人都是奸细啊 哎 师姑娘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你可别多想啊 你以为我会在乎你怎么想啊 好奇怪 哎呀 不好 我得走了 哎 你干嘛去啊 哎呀 我把剑拉那了 我回去拿宝剑呢 哎 走 这位小弟 我估计你现在回去啊 一定会被抓的 对啊 哎呀 中帮主是自己人 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来走了 哎呀 我的拐剑也在那儿 不就一把剑吗 不行 没有拐剑我哪儿也不去 哎哎哎 在这里待着 什么地方都不准去 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我去给你找剑 哎 别动 别动 帮主 我们抓住一个 这小子肯定是奸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 我要去找那个妖女士红衣 我要去找刘哥哥 我 我没猜错 果然是你这妖女 这这夜夜算什么 有本事 你就露出真面目啊 让开 乌奶奶赶着救人呢 除非 你把东西还我 否则休想过去 还你东西 好啊 来抢啊 你以为我抢不到吗 想不到你们这样的名门正派 也会做出 下药迷婚人这样的勾当 真是笑死人了 我 我是怕你跟那些坏人 把竹刘哥哥给抢走了 所以才出此下策的 笑话 我抢他做什么 你快把他还给我 是他自己要走的 不是我让他走的 你别狡辩了 竹刘哥哥 一定是被你抢走的 你们六合邦 有什么不敢抢的 主嘴 不准你诋毁六合邦 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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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爷爷爷 你看他那个要你吗 没有啊 怎么 他刚才来过了吗 爷爷 你上哪去啊 爷爷别理我了 钟帽主 钟帽主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找不着金珠柳啊 你别想走 要不这样 你先放了我 我去帮你找金珠柳 然后我带他来找你们 你 你以为他还能回来呀 那也都怪你 是你把他当奸细的 奸细 谁把他当奸细了 金珠柳亲都跟我说的 傻小子 他说你怀疑他是奸细 还有我 傻小子 我那是保护他 我什么时候把他当奸细了 那你干吗还在酒里 给我们下药啊 这都是我那小祖宗 干的事啊 他怕朝廷抓住金珠柳 想留他 在这儿多逗留几天 就在酒里啊 给他下了点睡觉的药 你看这只好心 当成驴肝肺了 这 这 这真的吗 这不就是这样吗 你赶快带我去找他 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呐 你们都回去吧 是 走走走走 那边 走走走走 那边 在哪子啊 啊 嗯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好小子 你敢骗我 前辈 我真的没骗你 刚才他明明和史洪英在这里的 那一定是史白都的妹妹 把他给拐走了 你怎么能把金珠刘交给他呢 前辈 这就是你们爷孙俩不对了 人家史小姐明明是仗义救人呐 烧毁 快给我找人 谢谢你啊 不必谢我 是丐帮的小公主给你的 小公主 是啊 他不是丐帮的小公主吗 而且听他说话的口气 你们俩的关系真的很好啊 我 我觉得我们俩很有缘分呢 我总在关键的时候遇到你 我是个行踪物定的人 碰上只能算偶然 谈不上什么缘分啊 上回的事情都怪我不会说话 你别介意啊 别跟我扯那么远 我也不是故意要救你的 只是碰巧罢了 算我爱管闲事吧 不过你那个愣头亲朋友 我可救不了他 你说的是钱元昊 是啊 那个笨蛋没拿回剑 反而叫中长统给逮了 不行 我得把他救出来 你回去干吗 回去不是刚好让他抓到吗 那我也得去啊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的 好 你爱干什么呢 都不关我的事 恕我不奉陪了 我真后悔救了你 小龙虎 这是干什么 他抢我的人 没那么容易 你当他是什么稀罕宝贝啊 原物还给你这样行了吧 不警告你 以后不许再靠近他半步 这么听起来 你们俩的关系真的很亲密哦 我 小龙虎 快让开啊 放他走可以 你先回答我 你到底是谁的人 我 你让开啦 你回答我 你是谁的人 我 我是谁的人 不是逼我做沉默吗 你沉默还怎么手心 不行 爹说男人永远不要沉默 我就是我 我是我爹我娘的 我谁的都不是 快 反正 反正你们都是老虎 想打想杀 我管不了了 不管你们了 你站住 你站住 竹刘哥哥 竹刘哥哥 你等等我吗 你去哪里啊 你到底要去哪里吗 说话呀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没话说了 你 就是为了那个妖女 喂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人家不是妖女 你干嘛说人家妖女啊 你的意思 都是我不对了 你好 你好给我下什么药 不是这样的 我是想留住住 刘哥哥 我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是不会害你的 你 你不害我 你不害我害谁啊 你去哪里 当然找你爷爷算账去了 跟我爷爷没有任何关系 你要混就尽管混我吧 好啊 那我问你 秦元昊呢 秦元昊 你还装傻 看来是不想说实话了 我真的不知道秦元昊在哪里啊 秦元昊被你爷爷逮回去了 你马上回去告诉你爷爷 他不是奸细 我才是奸细 谁说你是奸细了 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秦元昊呢就交给你了 我们俩就此分手 啊 别跟着我 你要去哪里啊 喂 别跟着我 回去 回去 我 喂 你再走一步 再走一步连朋友都没得坐啊 哎 不许穿过这条线 听到没有 站住 主流哥哥 主流哥哥 我带着你回来 我带着你回来 你是不是跟那个史洪英里外勾结 把金竹流弄走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金竹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去找雷阵子 让他把你赶出山门 小公主啊 好好一个驸马 怎么就弄丢了 哎 活该 你不知道小公主的脾气吗 严相着火啊 成熟着火了 帮主 帮主 小公主自己回来了 兄弟们问话不小心 他就一路打进来 说谁惹他 他就和谁拼命啊 这小祖宗疯了吗 这不是 爷爷 朱乐哥哥他走了 他走了 他不理我了 他不理我了 我 不然我能够射击死我了 应该是这里了吧 万一弄错怎么办 管她是不是利姑姑呢 我败了再说 就当我做了件善事 再说了 要不是利姑姑 谁会把坟埋在这种荒郊野里的地方 摆着死车 目中望连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利姑姑 反正我先拜拜你 做好事做得好事 爱妻力胜难 金氏仪 原来我爹让我来这里祭你是有其他原因的 你是我爹的爱情 那我娘是什么 是不是你 是你让我爹骗了我娘 要不就是我爹骗了你 要不就是你骗了我爹 我爹又骗了我娘 反正你 你和我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 我祭拜你 我 你为什么要我来祭拜她 李姑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先要解开这个名秘 先要解开这个名秘 只有去找老家花子了 燕燕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要离开啊 你都知道 我没脸再见竹刘哥哥了 为什么呢 竹刘哥哥以为我欺骗他 所以才离开的 燕燕 你没有骗他 你是为他好 这点你要跟他讲清楚啊 有什么事 你要把他推到爷爷身上 不就完了吗 帮主 帮主 那个郑竹刘回来了 竹刘哥哥回来了 可我没脸再见他了 你要跟他说清楚啊 老家花 你不是要抓我吗 我留下 你把情缘号给放了 不是 竹刘哥哥 不关爷爷的事 那药确实是我放的 爷爷他根本不知道 爷爷 你不能这样离开爷爷呀 爷爷 爷爷 我这么做 真是为了忠刘哥哥好 没想到结果会这样 爷爷 好了好了别哭了 算我错怪你 我跟你赔礼道歉 好了吧 听见没有 人家跟你赔礼道歉了 人家跟你赔礼道歉了 来来来 喝酒 喝酒喝酒 这里没药 不信啊 我先喝一碗 怎么样 没药吧 哎 竹刘哥哥 我不该在你酒里放药 算我菠色心肠 当成了驴肝肺 这碗酒 再给你赔罪了 哎 小老虎 你这不是骂我吗 我跟你说啊 我最生气的 就是众帮主把我当机器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我不相信你 谁相信你啊 你回去问问你爹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哎 老九华 我今天想问你 有关历生男的事 历生男的事 你也知道了 快告诉我快说呀 提起历生男的事 你爹还有一段风流佳话呢 哎呦 你就别卖关子了 你把我爹和立生男的事 告诉我吧 你爹 只没告诉你 没有 从来没有 也难怪啊 他爹的风流运势 怎么能跟他儿子说呢 哎 你说嘛 对啊 爷爷 你就别卖关子了嘛 哎呀 这可是啊 情深引出鬼了 啊 啊 谢谢 那年 你爹为了给师父报仇 独闯芒山去刺杀孟神通 驾 途中呢 遇上了遭人绑架的历生男 驾 我爹刺杀孟神通也是报仇 邪派魔头孟神通得到了修罗阴煞功之后 经过多年的修炼 他想独霸武林 于是他就投靠了朝廷 这就遭到了多数武林正派人士的唾弃 你爹的师父呢 就是因为反对孟神通而惨遭杀害他 所以啊 你爹一定要找到孟神通报仇学恨 那 那立圣男呢 立圣男说来就话长了 立家和孟神通有灭门之恨 立圣男长大成人之后 巧得百毒真经 成为武林的顶尖高手 便创建了天魔教 决心要复仇 可是 孟神通与当时的大内总管 魏忠贤相互勾结 劫走了立圣男 比起交出百毒真经的功法 老教华 既然百毒真经那么厉害 那如果有人机缘巧合得到了他 那岂不是十分了得 那还用说呀 谁敢声张啊 你知道这江湖上 有多少人想得到他呀 没准啊 你今天声张了 明天就人头落地 你写不写 不写就打死你 要我写可以 除非你拿羞弱硬杀功的秘诀 与我交换 来人 我好好看住他 是 你爹见立圣男遭人绑架 就追踪下去 孟神通严刑拷打 逼立圣男交出百毒真经 否则就要杀了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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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姑娘 停住啊 就快到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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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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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姑娘 两人虽然侥幸逃生 但都中了修罗阴煞宫而身负重刹 依靠自身的功力尚可支撑下去 但若不及时治疗 恐怕第三日就要毒法身亡 这修罗阴煞宫这么厉害 这种功法十分阴毒 要是毒气攻心 神仙难治 我爹竟为了一个陌生女子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如今这样的男人哪 真的不多了 就是这种狭义情怀 感动了冷艳的厉生男 为了给你爹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 厉生男假意饥饿 要你爹出去寻找食物 他自己却不顾一切 用自己的鲜血 出现了百毒真经 因为只有百毒真经 才能彻底把修罗阴煞宫之毒 消解干净 等你爹寻找食物回来时 厉生男已经灯枯油尽 昏了过去 令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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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那些都是真的吗 正是因厉生男这样 才使你爹得以活命 爹 爷爷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 在你爹怀中千呼万唤才醒过来的厉生男 直到自己性命不保 才向你爹讲述了自己悲惨的身世 原来在他幼年之时 孟神通为了独霸武林 竟然残忍地杀害了厉家大小十几口人 令姑娘 厉生男和他的母亲装死 才躲过这一劫 令姑娘 厉生男说出身世后 你爹他身被这位奇女子感动 这时不幸在厉生男身上开始发动 厉生男知道自己即将警令 你爹眼看着厉生男为自己断送了性命 却无能为力而痛心 令姑娘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一定会救你的 你救不了我 李姑娘 历城南弥留之计 讲出了他母亲曾经许下的诺言 谁要为历家报了仇 是女即为历家的义女 是男即为历家的女婿 你爹杀死了孟臣通 虽然另有情有 但是他毕竟为历家报了仇 他就应该成为历家的女婿 那我对他答应了吗 我对他答应该成为历家的女婿 我对他答应该成为历家的女婿